超过60年历史的圆山饭店 如果大家最近有经过的话 它成了这个样貌哦 因为真的没想到 这么豪华的饭店 一下雨居然就会漏水哦 让这个豪华的装潢都跟着黯然失色了 为了重现当年的风华 饭店特别花了6亿元 来进行将近一整年的整修 所以现在呢 如果到圆山的话 会发现几乎都是工地 厚洞大楼甚至连屋顶都要重新铺设 如果大家只要再等几个月 预计9月底 他就会以新翁帽来跟大家见面了 超过一甲子圆山饭店首都进行大规模整修 几乎半个圆山 现在都搭起了鹰架家庭赶工 浴室的部分 因为确实太成就了 那我们像后洞的 整个天花板屋顶的部分 只要今天依大水或台风季节 就是到处漏水 赤字六亿不止主体建筑的碉梁画动要重新打造 内部的餐厅客房通通得改头换面 预计2月底半数客房会整修完成 最快9月就可以以新风貌重新亮相 我们现在的主房率 差不多7成多一点 所以说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到将近8成 不但要维持古色古香的风华 还要融入现代化设计 60年来头一遭 老字号的圆山要颠覆老旧的刻板影像